各位姐妹,大家好 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 最后三个章节 看看今天能不能看完 我们上次看到第十章 我们由第十一章开始看 十一和十二章都是讲信德 而且我们在世只不过是过客 我们所相信所以是许乐了 而之前因为说了耶稣实实在在 满全了救药所有的东西 他又做了所有许乐 墨西亚是要做的 他是打破了那个障碗 已经是完全是摊开了一条路给我们 我们在世需要任何的苦难 我们都可以放心地过 因为是一个短的时间 而将来的天香虽然未见到 但是我们是会去到的 他在第十一章 首先就用以前所有 天主所召叫的所有二人的榜样 告诉他 以前那些人未见到耶稣 连耶稣的影子都未知 都已经对未见到的许乐 完全信任地去受苦 何况我们呢? 那到第十三章最后一章 就是一些基本上 生活上行为上的指引 以及结言 也挺长的 所以希望今天看不看得完 我们从第十一章开始 从第十一章开始 就列了所有圣祖 二人的信德上的榜样 信德是所希望的事的担保 是未见知事的确证 信德是一个担保的确证 信德另外一个说话就是 我们选择去信任天主 为什么要信任天主呢? 因为天主不变 因为天主是善的 至善至美 至真的 而他愿意为我们而死 他证明了他对我们的爱 是永不收回的 这个担保的确证 就是相信这个以前是这样的天主 继续都会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因为 基于以前天主许乐的承担了 他以前的行为 而相信不可见未知的事 天主会一样持守 因着信德 先人们都曾得了包养 因着信德 我们知道普世事借着天主的话 形成的看得见的事 由看不见的事化成的 因为这个创世记讲 一切都是天主说的 不可见就变成可见了 有光就有光 有陆地就有陆地 即是他不可见的事化成可见的事 由没有变有 是唯有天主正做到的 那怎样证明呢? 人做不到 我们做不到实验了 那怎样可以知道呢? 相信 信任天主 只能够这样做 因着信德 亚伯尔向天主奉献了 比加音更高贵的祭品 因着信德 亚伯尔被包养为二人 因为有天主为他的贡品作证 因着信德 他虽死了 却仍发言 为何他奉献呢? 因为信德 所以得到包养 因为他信任天主 他爱天主 他相信天主 会收回他的生命 也会为他主持公义 这个创世记有说的 他一直说下去 因着信德 哈洛赫被接去了 叫他不见死亡 世人也找不着他了 因为天主已将他接去 原来被接去之前 已有了终越天主的明证 没有信德 是不可能终越天主的 因为凡接近天主的人 应该信他存在 且信他 对寻求他的人 是想报者 这个哈洛赫 其实在创世记 只是略略提过 也有说的确是弱天主 所以因为这样没有死 是灵魂欲生一起被接去 在旧约 也有厄里亚 是这样的 他有个火箭车 来接走了 虽然没有记载到 但是犹太人很相信 梅塞也是这样的 所以找不到他的尸体 梅塞在这个生命记 最后那里说 就是说 他是撞在山上 但是找不到他的尸体 找不到他的地方 他们相信就是 天使 这个Michael 和撒旦 争论这件事 就被天主摘了 灵魂欲生摘走了 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真的不知道 到时候要去到天堂 问一下天主 问一下梅塞 他们也知道 但是这个哈勒赫 在《误纳于圣经》里面 很多犹太人其余的次书里面 是有讲这个人 甚至他有一本书 是讲述他的 有几本 所以有哈勒赫 一书、二书 其他书信 尤其是之前看犹达书 也有引连到 这个哈勒赫一书 他们相信是一个早期的二人 不知道是第七代的子孙 这个阿当勒玛娃 是一个很早期 最早期的一个二人 因着信得 落压 对上未见的事 得了启示 怀着敬畏 制造了方舟 为救自己的家庭 因着信得 他定了世界的罪 且成了由信得得正义的承继者 大家都记得了 这个落压方舟 在他建了方舟的时候 真的被人耻笑 因为在山顶上建了方舟 但他相信天主 但因为这样 他为什么定了世界的罪呢? 当一个二人回应天主 而其他人嘲笑他的时候 而多样的应验 就是说 就是证明了 天主帮他证明了 他是对 其他人是错的 很多时候 我们说他怎么定人的罪 不是他定人的罪 是他反映到 嘲笑他 不相信 不愿意因为他这个标记 而悔改的人 是他们自己证实了自己 因为天主显出的事实的时候 证实了他们自报了自己的错误 因着信得 阿巴郎一蒙照选 就听命往他将要承受为 产入的地方去了 他出走时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因着信得 他旅居在所应去的地域 好上次在外邦 亦有同样因许的人 伊撒格和雅各伯 寄居在帐幕内 阿巴郎的故事我们很清楚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重点来的 希伯来书说 他将很多我们认识的历史里面 提出了一些重点 天主叫阿巴郎去福地 娶乐给他的子孙 但是他们并不是属于那个地方的人 三代了 都活得很长的时间 也有很多的财富 但是一直都是游牧的 还有借人的地方 很明显去到哪里呢 是借人的地方 去那里定居 他要买地 帮别人买地 那些地方根本不属于他们 他是个客人 有自己的家 不回去 他属于哈兰地 阿巴郎 他不回去 但是去了一个 都不知道什么地方 未知就答应他了 去了之后 又不得定居 在创世记 他走来走去 搬了很多次 他的儿子和孙都是 居无定所 那是怎样呢 这个娶乐好像在世的时候很飘忽 但是他们仍然信 仍然坚持 因为他期待着 那有坚固基础的城 此城的工程师和建筑者是天主 在说什么 在说天上的耶路撒冷 他居无定所 因为他知道这个不是他的家 他的家是什么 将来的圣城 这个圣经里面当然没有讲的 旧约 但是在犹太人 接着后来基督徒 默斯的时候 发觉 他们就和我们一样 在等待将来的 新天新地 新的耶路撒冷 因着信得 连石里撒冷虽然过了适当的年历 适当的能力 也蒙受了为人生子的能力 因为他相信那应许者是忠信的 这个又是加了下去的 旧约里面的撒冷最初是不信的 那三个使者代表天主的 说明年我们回来 你就会抱到你自己所生的儿子 他怎么说 他笑 即是不信的 接着那三个人就说 你为什么笑 所以伊撒格这个名字呢 就是去笑 这个字伊撒格的意思是去笑 因为撒冷不信 他笑了 所以他的孩子生出来 就叫做去笑了 为此由一个人 且由一个已近于死的人生了子孙 有如天上的星神那麽多 有如海岸上的沙粒 那麽不可生嫂 巴郎生伊撒格的时候 一百岁 即是有如死人一般 撒冷都不是年轻都去哪里 都八十多九十岁 这四人都怀着信得死了 没有获得所应许的 只由远处观望表示欢迎 明认自己在世上 只是爱方人和旅客 什么叫Pilgrims 我们中文译了朝圣者 其实亦错了 Pilgrims都是去朝圣 但是Pilgrims更加重要的是 它是过客的意思 一个Pilgrim 再世的Pilgrim 即西上只不过是过客 如果你看到我们的圣祖 祖旗的圣祖全是过客 因为天主给了他的东西 他看不到 阿巴郎登到一百岁 看到天主给他的许多 就是生了一个子 只剩了一个子 一个子 怎样成为天上的星那麽多 地上的沙那麽多呢? 那伊撒格又是怎样? 又是生了两个 这个雅各伯已经生了十二个 还有女儿 十二个儿子 再加了女儿 那接着就慢慢生了 但似乎来得很慢 要等很久 但是他们相信不可见的事 未出现的事实 因为天主他们信任 的确 那些说这样话的人 表示自己是在寻求一个家乡 如果他们是怀念所离开的家乡 他们还有返回的机会 其实他们如今所学念的 实是一个更美丽的家乡 即天上的家乡 为此天主自称为他们的天主 不以他们为羞耻 因为天主已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即他们流离失所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寻找一个实居地 但是他们不回到自己的家乡 因为那个不再是他的家乡 他曾经一个未见到的家乡 但是他到死都未见到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耶稣来释放他们 然后再要等 等末世他们的身体复活 那就全个人灵魂肉身 就进入天上的圣城了 因着信德阿巴郎在受试探的时候 献上了伊撒格 就是那承受了因许的人 献上了自己的独生子 原来天主曾向他说过 只有由伊撒格所生的 才称为你的后裔 这个是圣经里面有记载的 很清晰的 他想天主也有使人从死者中复活的能力 为此他又把伊撒格得了回来 以作愚将 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了解 加上去的 他说他会愿意去杀伊撒格 不单是因为天主叫 而他相信了 一定有原因的 就是因为他一定知道了天主 他一定是相信了天主 能使死人复生 既然天主给了我 他不会找我笨的 所以就算我要放弃他 天主也可以由死中救回来 而事实上 他也是在死亡的边缘救回来 临去斩他 他才说我知道你的信德了 你不用做这事 但这个就预见了 预像了耶稣 这个就是他所说的 而变成了因为他这样 只得了个儿子回来 就预像了什么? 预像了耶稣 预许了耶稣 耶稣就真的会死 但也真的回来 但是实事和预像的分别 就差很远了 因为耶稣死了之后回来 是光荣的显露 因着信德伊撒格也 关于未来的事 祝福了雅各伯王阿萨乌 因着信德 临死的雅各伯 祝福了约失的每一个儿子 又扶着约失的像头 朝败了天主 因为他们两个都得未到 那为什么祝福下一个? 就是说我未见到的东西 你要继续祝福下去 祝福到成就为止 因为这个许乐 所以以色列人相信血脉是不会断 因为天主许乐 你们是我的儿子 而他们相信这个永生的生命 就是一代传一代 祝福到最终 祝福到最终 会终于见到天主许乐的福地 天主许乐的圆满 因着信德 临终的约失提及以色列子民出来 埃及的事 并对他自己的骨骸有所吩咐 那时候他们已经到埃及 成为一个很大的民族 到约失死的时候 就吩咐 你们终有一天 几百年后 终有一天 会回到天主给那块地 你记住带我们骨头去 那时候梅失出来过红海的时候 是带着约失的骨头 在出谷记里写得很清楚 恩着信德梅失一诞生 就被他的父母隐藏了三个月 因为他们见婴孩尽美 便不怕君王的御令 恩着信德梅失长大以后 拒绝被称为法郎公主的儿子 他宁愿和天主的百姓一起受苦 也不愿有犯罪的暂时享受 因为他以墨西亚的耻辱 比埃及的宝藏更为宝贵 因为他所注目的是天主的赏报 这个对梅失是加多了一个演绎 有一个解释 又是我们看出谷记是看不到的 这个是犹太人的默想 犹太人和早期教会的默想都一致的 就是相信梅失是指向着 他出谷指向着未来的墨西亚 也解释了他离开埃及不单是因为杀了人 所以害怕被人杀 而且也是他长大的时候 因为是他自己的母亲 他的奶妈 所以灌输了他有关西亚来人 他长大后要做回西亚来人 所以他变了很奋奋不平的 要帮回自己人 而宁愿放弃他做王子 在皇宫里的舒适 他那份的安全保护和权势 这个圣经里面是没有说的 但是犹太人已经相信这个 而早期教会更加相信这个 因着信得他不害怕君王的愤怒 而离开了埃及 因为他好象看见了那看不见的一位 而坚定不言 这个也是加下去的 他不怕 他逃走去其他地方 圣经里面看出谷记 好像他只是逃走 而且好像有点怕事 不肯听天主的吩咐回去 但是这里的看法就美化了这件事 那时候他已经看到天主的预像 已经知道他要离开了 天主有指引了 可能也不出奇 我们不知道 但是圣经没有记载 这个 因着信得他举行了愉悦哲 行了洒血里 免得者守生者 对不起 我先停一停 回去 当然他最终也是见到天主 最终也是天主三番四次 结果要骂他 他就回去 也透过很多奇迹 他的信心后面是坚固了 但是他最初被派遣的时候 他没有什么信心 但是他越来越看到天主大能的右手的时候 他越来越有这个信心 所以有一个过程在 这里没有说过程 只是说了结果 虽然看上去梅西很完美 但是看出家里他不是的 他最初的很多十年 兜兜转转去劝法郎的时候 其实他经过了一段时间 他就稳定 他就坚定下来 当然最终他就成为了他们当中的先知 很强大的先知 也要做鱼月礼 就是杀这个羔羊 用血 相信天主会妖怪他们 然后杀绿埃及人和生畜的守生寺 恩着信德 他举行了鱼月节 行了洒血礼 免得那消灭守生者 触犯以色列子民的守生者 这个杀守生寺 这个是天使 派他去杀的 因为他做了这个天主 命他要做的这个血礼 这个洗血礼 涂在门监那里 所以以色列人的守生寺 就不被 他说是触犯 即不会被伤害了 恩着信德 他们渡过了红海 遇过汉地 埃及人一尝试就被淹没了 恩着信德 耶利哥城墙 被扰行七天之后 就倒塌了 一跳就跳了四十年了 接着就说这个 约苏阿 约苏阿要过了约旦河 要攻破第一个城 就是耶利哥城 而他们破城的方法 是没有动用过任何武力的 天主叫他们七天 闻绕这个城墙 弹了一个圈 吹号角 接着第七天 吹七次 然后城墙就倒塌了 但是天主说你的祖 为什么呢? 因为相信他 因为有这么多年 天主的历史证明了 他一直都没有离弃过他们 一直都没有跟他们说谎 恩着信德 妓女勒哈布平安地接待了 偵探没有跟抗命的人一起灭亡 这个耶利哥城 攻这个耶利哥城之前 他派偵探给他 就是给这个妓女 竟然会帮外人 因为他相信他们当中的主 是大过他们当中的人 所以一定要庞伏于这个主 因为对抗不了 这个是信任的一种 你说他恐惧也是一种 你说他真的信服也是另一种 但是他始终都是做了一样 不可思议的事情 此外我还要说什么呢? 我的确没有足够的时间 再论述基德红、巴勒克、三重、伊弗大、达味和撒毛尔 以及众先知的事 这是各种旧约的义人 他们借着信德征服列国 执行正义 得道恩许 道住狮子的口 熄灭列火的威力 逃脱利剑 转弱为强 成为战争中的英雄 击溃外国的军队 这些都是这些人所做的事 因为他相信天主 而愿意做人的思想 觉得愚蠢 无可能死路一条的人 而反而大胜 彰显了天主的光荣 因为肯定是知道不是人可以做的 有些女人得要他们的死者复活 有些人受了酷刑敲打 不愿接受释放 为获得更好的复活 令有些人遭受了灵欲和鞭打 甚至锁压和监禁 被石头摘死 被铁死 被考文 被利剑杀死 披着绵羊 或山羊皮到处流浪 受贫阀 受磨难 受虐待 世界原配不上他们 他们谁在旷野山岭山洞 和地月中 漂流无定 他在说什么 在说之后 也有很多人为天主而殉道 我们知道特别是什么时间 特别是希腊来到的时候 阿历山大大帝来到 攻陷了这些很大的地方 之后我们看这个《马加伯》书 前书和后书 可以看到其中 阿历山大其中一个后代 这个Antioca Epiphanes 他特别是迫害 害死了很多犹太人 逼他们希腊化 要消掉他们的经书 他们的法律 逼他们不准他们有割损礼 逼他们去参与他们的祭献 吃猪肉 种种的东西 所以我们看《马加伯》书 看到死了很多人 这些叫他死 那时候开始 之后再迟些就是 罗马人 罗马人来到也死了很多人 这一切人虽然 这一切人虽然 因着信得获得了包养 但是没有获得所应许的 因为天主为我们 早已预备了一种更好的事 以至若没有我们 他们决得不到成全 这些旧约这么多的人 在黑暗中相信 畏着的是将来 但是未见到的事 他们得不到这个 许乐的圆满 在这个世代里面 他们都愿意去受这么多苦 那何况我们呢? 最后那句话就是 何况我们 而我们因为见到这个圆满 我们见到这个福地 我们的福地是谁? 耶稣 因为耶稣的确是天主子 的确是墨西亚 也满全了 以前那么多的许乐 说你将会有这些 将会有墨西亚 他们都没见到 连墨西亚都没见到 不要说墨西亚会启示什么 但我们已经见到 所有以前的许乐 已经圆满在这个墨西亚身上 已经圆满在耶稣身上了 我们比他们见到的更多 保障更多 对许乐的圆满 我们的彰显 我们已经见到 因为耶稣死而复活 升了天 派到圣神 令我们坚信到 我们在天上有个位置 所以我们是满全了 旧约这么多世代的人 未见到的东西 就是我们这个世代 我们所见到的东西 我们所经历的东西 我们对这个东西的回应 是在代表他们 积聚了以前 那么多人的信德 去圆满这些东西 最后就是在说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更加不能放弃 别人没见到 他们都愿意死 那何况我们呢? 所以不要因为小小的东西 我们今天 而悲喜天主 所以我们既有如此 众多余魂的证人 环绕着我们 就该卸下各种 累赘和苟前人的罪过 以坚日的心 跑那摆在我们面前的赛情 相目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 和完成者耶稣 他为那摆在他面前的欢乐 轻视了灵欲 忍受了十字架 如今坐在天主宝座的右边 那最后一个见证人是什么? 那么多人以前 还有一个见证人就是耶稣 而耶稣和之前那些不同 之前那些是许乐没有见到的回应 但是耶稣是见到许乐的圆满 而我们知道这件事 你们要常想 他所以忍受罪人 对他这样的伴逆 是怕你们灰心丧志 他忍受灵欲是给我们知道 我们忍受的跟他差很远 他都没有放弃 所以我们更不需要灰心丧志 不需要怕 因为有我们的主耶稣 已经受过 比我们所受更重的认罚 所以我们每一个苦难当中 我们都可以依靠耶稣 知道他一定会帮到我们 你们与罪恶争斗 你们与罪恶争斗 还没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 你们竟全忘了天主 主劝你们 好象劝子女的话说 我而不要轻视上主的惩戒 也不要厌惑他的谴责 他说是什么 相比以前那么多世代的古人 我们见得多过他们 相比以前被迫害的人 我们未流血 相比耶稣所为我们受的苦难 我们更加微不足道 所以我们要仿效他们的坚忍 不要因为小小事 就放弃、离弃、叛逆、犯罪 我们是充满希望的 很肯定我们的将来的 而我们所受的苦难是什么 他开始说 这些是天主容许是要鞭筛我们的 是要教导我们的 如果是错的 他有时候容许痛苦是什么 教导我们 去劝告我们 去骂醒我们 如果我们是行义事 而受苦是什么 就是告诉我们 他也受苦 他想我们学习坚忍 他想我们学习主耶稣 为别人受苦 在痛苦中的坚忍学习耶稣 会令到更多人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事 一定是来自天主的力量 因为上主 在旧约的诗篇里面写什么 在针言里面 不管教子女 不鞭策子女的父亲 是愚蠢的 因为你由得他坏 你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你害死你的子女 如同样我们的父亲 亦是天上的父亲 如果你们缺少众人 所共受的懲戒 你们就是私生子 而不是儿子 私生子太过文雅了 原文是写野种 你不是儿子 你是野种 再者 我们欲生的父亲 惩戒我们是 我们尚且表示敬畏 何况灵性的父亲 我们不是更该服从 以得生活吗 我们尊师众道 何况天上的天主 我们孝敬父母 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何况鞭策我们灵魂 要得永生的天主 其实欲生的父亲 只是在短暂的时日内 照他们的心意来施行懲戒 但是天主却是 为了我们的好处 为了我们分尖他的圣善 固然各种懲戒 在当时似乎不是乐事 而是苦事 可是以后却给哪些 这样受训练的人 结出易得的和平果实 正确的情界 正确的鞭策 是会得到平安 因为我们明白了真善美 明白了对错 选择了正确的平衡位置的时候 我们找到真正应该站的位置的时候 以前没有的喜乐 现在就变成了内心里面的一个稳固的地方 为此你们应该伸直毁弱的手和麻木的身 你们的脚应履行正直的路 叫骑子不要偏离正道 反叫他能得存住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你们不要软弱了 你们不要颓废了 你们不要万无目标了 你们不要靠自己 你们要站在天主那里 你们应切发与众人和平相处 尽力追求性德 若无信德 谁也见不到主 没有恩宠 什么都不可能 有恩宠 超乎常理的都可能 要见到天主 只有天主的力量 正可以帮我们见到他 人不能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做不到的时候 绝对不能灰心丧志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做不到是正常的 我们所需要做的不是致怨致艾 不是本屁 不是放弃 不是绝望 而是没有 不行 当然不行 要圣众 天主给圣众 依靠他 呼唤他 依慰他 喜乐于他 信任他已经 我们求的时候 他已经会给的 又应该谨慎 免得有人疏忽天主的恩宠 免得有虎根子长出来 而类及你们 死许多人 因此蒙受玷污 即是说 不单止我们 不去尋找圣众 会影响我们 他说 如果有人 不是在圣众里面 会害了其他人 有虎根子长出来 会类及其他人 令到很多人 蒙受玷污 所以我们要小心 当中我们相处的人 有没有人 不是活在信徒之中 我们要小心这件事 不是说 不和他做朋友 不理他 要知道就是 他没有恩重的时候 他所做的事情 我们有很多他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不可以附和 我们都要指出 我们做这件事是错的 不是因着天主的 你会跌倒的 我们要互相去提醒 去劝戒 就不是说 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做什么 我们跟着做 也不是代表 我们所有人都结交朋友 所有人都困在一起 也知道自己软弱 会跟着别人 会近诸者赤 近默者赤 所以要小心 就是说 我们信仰的成长 要小心我们结交什么朋友 还有对什么朋友 有多少层的 有多少深层的 那个的歧视 那个的依赖 那个的 对他的完全的 无保留的信任 所以很多归了的时候 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朋友圈子 有时那些带我们会犯罪的朋友 我们要了解就是 我首先要知道我要复权这个朋友 但是不能和他一起去犯罪 和他合乎 而且我们不能只是依赖这些朋友 我们要找更多 是稳固信仰的朋友 去环绕我们 让我们找回正确的中心 那我们就更有一个平衡 有一个信靠 有一个力量 去与那些未追随天主的人 去相处 去接近他们 去款待他们 去圣化他们 去了解去爱护他们 所以说 谁也不要成为淫乱和洩圣者 如厄撒乌一样 他为了一顿饭 竟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 这个就是厄撒乌和雅各伯 以撒格的两个儿子 厄撒乌是长子 但是因为他为了一顿饭 懒得去煮 他打完你帮你很累 看到弟弟在煮着很漂亮的食物 我说你给我吃 那雅各伯和他说 你用什么来交换呢? 你想要什么? 他说你给长子权我 这个是不能给他的 他为了一顿饭 他竟然 天主给了他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他给了对方 他是自己自取灭亡的 自己自取其辱的 自己自取丧失了承继权 不只是阿郭伯去骗他 是自己甘愿去轻视这个东西 那我们也是 我们会不会轻视了天主的恩宠呢? 为了一己所乐 这一刻的冲动 为了很多俗世观的满足 物质上 名利上 智慧事上 骄傲之上 会不会我们都是这样 诋读了天主呢? 而我们其实所犯的很多罪 不是就是在做这一件事吗? 不是我们一次又一次 我们犯罪的时候 就是在出卖我们 入去天堂的 义子、儿女、名分吗? 所以我们真的要了解到 原来我犯的罪 是和阿杀乌 甚至比阿杀乌所犯的罪更大 而阿杀乌只不过是承继不了长子 他也承继了很多的遗产 但是他不再属于天主的民族了 何况我们呢? 所以真的看到自己的罪性 无论大小也好 如果是根深蒂固 今天要回头 今天要回头 因为我们在窃读天主 给我们无可言语的恩宠 你们知道 后来他仍然愿意承受祝福 也遭到了拒绝 虽流泪苦求 但没有得到翻晦的余地 阿杀乌的确知道 最终了 伊撒格给了祝福给弟弟之后 求他爸爸、他爸爸 没办法了 给了就是给了 不可以再给弟哥 你们原来并不是走近了哪一刻 竹火的山 那里有烈火、浪云、黑暗、暴风 他们说这个西奈山 他们终于去到那里的时候 那里 原本天主要跟他们立威 但是也要他们圣洁 要准备他们 怕他们有任何的污垢 去面见他们 他们会死的 因为天主是自圣、自美的 当有任何的瑕疵的人 去到天主面前 我们的丑的东西都会现出来 我们会被自己所受的痛苦 不是 所受的罪 所玷污了那种丑恶 会吓死 天主不用出罚我们 但是天主不想我们被自己的罪吓死 所以在西奈山要他们 目逐更生 要他们守一个很严格的行为 过了一段时间 一定要让他们上山 但是为了让他们 也不要窃毒他 让他们知道 这个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主 所以就用很多这些 龙云、闪电、陆薄这些 告诉他们 我真的是天主来的 你不要乱来的 让他们知道 不是去害他们 去吓他们 去伤害他们 而是让他们知道 你要认真人 认真人 真是 我真是神圣不可侵犯 不是我想侵犯你 而是你如果不够神圣 你看到我 你会被自己嚇死 你会被你的丑恶 丑恶丑死 你会无处容身 所以当时这个山 他说他再分开几重 第一次就是他们要 守折一段时间 然后去到那里 还要不准碰山 然后再过一个时期 正准和梅塞上去 但他看到这么恐怖的 张经验的时候 那些人说 那我不上去 那些人不敢上去 这个在《粗谷记》 会看到这个记载 即是他们被害怕了 所以原本天主 是想他们 全部好像梅塞一样 上到山顶 但他们不敢 所以他们就放弃了这个权力 那时候就是怕这件事 即是说 这是我捉摸的山 有烈火、龙云、黑暗、暴风 号筒的响声 以及说话的声音 当时那些听见的人 都恳求天主 不要再给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承担不起 所吩咐的事 即使是一只走兽 触摸了这山 也应石头摘死 这个是这么神圣的 不触摸得 迷到去 就算触摸了也要死 而死也不能碰它 要从石头宁远地摘死 即是说天主是完全是圣的 希伯来话里面 神圣、Holy这个字 不是解释高高在上 那么简单的 它是解释被格力 而他们怎么去形容那件事更加超乎呢? 就是如何比较 比其他人更加呢? 就是摩和摩斯 它没有这些字 它就重复那些字 所以圣就是与人不同 隔离了 圣就是超乎人的层面 最隔离的一件事 圣、圣、圣三次 就是天主正是 完全超越我们 超越到一个地步 只是天主正可以的 这个三次的圣 就是原来天主这么超越我们 但这个超越的天主 当时也想他们上去 不需要一个时间准备 所以其中一个中间的时间就是 不可以碰字 你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碰了的 他们也会死的 但他们承担不起 他们太害怕了 他们太害怕了 所以他们就说 你都不要跟我们说话 你们就跟摩斯说吧 他似乎承担得起 我们不敢 而事实上他们都不冤 他们未能够信任天主 并且所显然的事 那么可怕 连摩斯也说 我狠是恐慌战律 然而你们却接近了西雍山和永生天主的城 天上的耶路撒冷 接近了天千万天使的圣会 和那赛已被登陆在天上的首生者的集会 接近了审判众人的天主 接近了已获得成全的二人的灵魂 接近了新弱的中保耶稣 以及他所耍的血 这血比亚伯尔所说话的血说得更好 他在说什么? 我们都没有去到西雅山 他在说什么? 他在说尼撒圣祭 尼撒圣祭里面耶稣制台 是圣体、圣血 是个祭柄、祭酒 是耶稣本身直着施祭、直着神父去举行圣祭 而尼撒圣进行的时候所有的天使在这里 而我们也都连同所有的圣者 全世界在生的圣者 也都死去在天主面前的圣者 是在一起的 这个就有如天上的祭宪 这个《默示录》里面第五章所描述的 是一样的 我们在进入同一个祭宪 而这个是比在西雅山更纯正、更真 更真的一个超圣 圣圣圣的一个临在 因为真实天主在我们中间 以前他们连碰都不能碰的 我们现在能够亲手领、亲口领 进入我们生命里面 那我们还怕什么? 我们还怕什么? 你们要谨慎 不要拒绝说话的那位 如果从前那些拒绝 听他在地上宣布启示的人 不能逃脱懲罚 何况我们这些背气 由天上说话的那位? 从前他的声音动摇了下地 如今他却应许说 还有一次,我不但动摇下地 而且也动摇上天 这个又在先知书里面 这还有一次一句 是指明那些被动摇的事物 因为是受造的必起变化 好叫那些不可动摇的事物 得以常存 还有一次 就是要动摇下地上天 就是星神月亮 都要毁灭了 他在说什么? 还有一次就是去再来 但是也都表示了 我们不断地经历世事的无常 是提醒我们 这些都是会过去的 我们既然在尼撒里面 经历了不变的永恒 许乐的圆满 就不要怕 现在我们经历的痛苦 转变 今天种种的不能触摸 不能控制的事 这些是必定会逝去的 但是他们会动荡 世界会动荡 天文现象 所有东西会动荡 反而是应该 不是令到我们震惊 或者恐惧 反而应该令我们更加看到 不变的天主 不变的许乐 不变的许乐 圆满的标记 和印证在尼撒圣祭里面 在我们跟天主圣体 圣血共用里面 所以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应该因为 时势的动荡 因为眼前的不公义 因为种种的灾苦 因为大自然的转变 而恐惧 因为这些是理所当然的 不是说我们不理不顾 不建造 这个是次要 我们要建立 尽量建立天主的国度在这里 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控制他 而是我们可以给世界看到 我们怀有希望是要准备人 去领受不变的天主 我们都要在这里 帮人去脱离世物的束缚 所以基督徒 对世事要建造 要稳定的方法 和他的目标 原则是完全不同的 属世的人 属于世界的人 就是说 我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地方 因为这里就是所有东西 我们不是 我们建立稳定 是让人能够进入真正的稳定 我们要建立公义在这里 因为 不是因为这里可以建立到 绝对的公义 而是让人在这里准备享受永远的公义 在期盼、依赖天主最后的公义 我们在这里要建立团体 要建立家园 并不是因为我们会永远寄托在这里 而是可以在这里有爱的空间 有款待的空间 所以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 不是这些似乎很稳定用石头建 用钢筋、水泥建的建筑物里面 而是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地方 让我们去看不可见的稳定 是寄居于天堂 为此我们既然是蒙受一个不可动摇的国度 就应该感恩 直指怀着虔诚和敬畏之情 既侍奉天主 叫祂起愿 因为我们的天主实是吞灭的烈火 基本上是我们要看着上面 看着上面 这一集是比较长一点 但我不想只剩下一章不讲了 那我们就讲完最后一章了 第十三章不是很长的 在这里开始说完所有的 有些人证实了耶稣 是我们完全值得信赖 完全可以根深蒂固 稳定地站在平安喜乐中 去望实祂 而世界所有的变迁 痛苦迫害不用怕 接着他就说 好,那有实质的一些 日复一日的 这是我们要做好的事情 弟兄相爱之情应当常存 不可忘了款待旅客 曾有人因此 要不知不觉中 款待了天事 这有很多例子 阿巴郎款待那三个旅客 那三个就是代了天主 我们也看到 很多其他的圣祖 先知、文长做了这件事情 基德红款待了天事 他们不知道 三重的父母 款待了天事 他们也不知道那些天事 这个多比亚和子 多比和托贝 款待了Raphael天事 他们也不知道 很多例子 所以我们要款待每个人 有如耶稣 耶稣说 你们对弟兄中最少一个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 所以不单是天事 我们正在款待耶稣 因为每个都是天主的子 你类 你们应怀念被囚禁的人 好像与他们同被囚禁 因怀念受虐待的人 好像你们也亲身受了虐待一样 我们是基督的肢 我们是基督的肢 肢体一个受苦 全部受苦 在各方面 在各方面 婚姻应受尊重 床帝应是无玷污的 因为淫乱和犯奸的人 必要裁判 待人接物不应爱浅 对现状应知足 因为天主曾亲自说过 我决不离开你 也决不弃舍你 这个不是代表我们 不需要担心 或者帮助贫困的人 他是在说有的 知足就好了 不要贪 但是有的 我们更加要帮那些没有的 要帮那些没有的 要尽我们的力量 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可放心大胆地说 有天主保护我 我不畏惧 人能对我怎样 你们应该纪念那些陈级 你们说过上主道理 作过你们领袖的人 默想他们的生死 好效法他们的信德 凭这句话 你要知道 他们教大他们的主教 已经是过了生 你们默想教导过你们 默想他们生时死时是怎样的 所以他们早期教 为什么这么肯定这本书 是亚国伯 次亚国伯死后 就出现了 但是在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前 所以在六二至七零年间 写成了这本书 耶稣基督昨天今天 直到永远尝试一样 不可因各种异端道理而偏离正道 最好以恩重来坚固自己的心 而不要以食物 那靠食物而行的人从未得到好处 异端经常有 今天的异端 其中一件事就是福音过时了 福音的教导过时了 今天很多同性恋支持者说 福音当时警戒时 同性恋过时了 说这个婚前性行为 这个濫交的关系 福音的指责过时了 在这里说 耶稣昨天今天永远不变 他的教导是永远常存的 是不变的 这些以前会致死的行为 会毒害我们的行为 今天一样 我们很无知 很无知 我们觉得今天 这时代不同了 我们现在明白了 好像说到以前不明白 我们现在的淫乱 我之前也说过 罗马时代已经有 同性恋已经有 濫交已经有 比现在更厉害了 而福音当时是战胜了 那个文化 福音很多新欲的写作 是为了那个文化而写的 何况今天 我们很无知 我们 我们有一座祭坛 那些在帐幕内行敬礼的人 没有权利吃上面的祭物 因为那些祭生的血 由大师祭 带进圣所内 当作负罪祭 祭生的尸体 他应在 营外焚烧尽了 因此 耶稣为以自己的血 圣化人民 就在城门外 受了苦难 所以我们应离开荧幕 到他人那里去分寿他的灵欲 这个用了一个细节 我们不太明白 就是说 这个是兜过弯来 说不要再去圣殿 他说圣殿 而至圣所内的血 那个牺牲制 都是要拿去城外焚烧的 所以耶稣 都是在城外被钉死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再进圣殿 而是跟耶稣一样 出了城外面 这个城是叫做旧的城 旧式的敬礼 旧式未完全的 我们要离开 所以用了一个 只是犹太人 惯于明白礼节的人 一看就明白了 就是耶稣在城外死 为什么在城外死呢? 就是因为 他被旧式的礼 礼仪所殯弃了 有新的地域 所以我们要跟耶稣一切 情愿承受灵欲在城外 但这只是耶稣所在 所以有一个新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此没有 因为我们在此没有 常存的成一 而是寻求那将来的成一 圣殿变成一个稳固得制的东西 他们忘记了真正的在天上 我们是流浪 我们是Pilgrim 我们是过客 耶稣所以流浪了出去 我们要记住我们是流浪出去 不是叫你们不要进圣堂 圣堂 我们举行的圣祭 是不在圣堂那里的 在圣堂里面 但我们进入了什么? 天堂 整个礼仪 尼撒圣祭 是进入了天堂的礼仪 所以我们不是寄托在圣堂那里 而是寄托在礼仪 带进我们进入天堂的制限 就不同 犹太人寄托在圣殿那里 过度寄托在圣殿那里 所以我们应借着耶稣 时常给天主奉献赞颂的制限 就是献上我们嘴唇的佳果 重量他的圣命 要多赞美天主 感谢天主 讲祝福的语言 讲呼求信任 依赖 依会 月落于天主的语言 至于慈善和施舍 又不可忘记 因为这样的制限是天主所喜悦的 你们亦信服并听从你们的领袖 因为他们为了你们的灵魂上 醒悟不味 好尽要代你们交将的人 你们要使他们喜欢尽此即分 而不哀怨 因为他们若有哀怨 为你们决无好处 他为什么这么写 因为他们的领袖 为了这些人已经很头恨了 因为当中有些人已经可能动摇 甚至之前说过 没有再去参加过圣祭了 去了圣殿了 那个领袖 就是主教 就很可怜 很哀伤 好知道他们要为这些领袖 背他们的债 要向天主交将 他们的哀痛 对你们也不是那么好 因为他们的心情不好 他们也可能会对你有限制 所以各位教友都要明白 有时候神父也很辛苦 你们也很辛苦 那不如互相帮助一下 帮助神父帮助你 帮助神父 是互相好的 神父有时觉得有些决策 其实神父也很难做 主教也很难做 所以作为教友 不要是否都批评 是否都指责 明白到神父都需要我们支持 反过来 神父其实都不喜欢做黑面神 有时都不想难为教友 神父都想教友向善 但做父亲有时真的有苦难说 当然神父都会跌倒 教友也会跌倒 但既然是一个大家庭 怎样可以在我们和神父教友之间的关系里面 和平教友和主教的关系 和教宗的关系里面 真是可以活出一家人 那我们不断要求圣神给智慧 和给我们一个爱心关怀 担待 彼此做更多的祈祷 谦顺的悔过 可能自己错 不是别人错 和彼此做更多的保随 黑几 请为我们祈祷 因为我们确信 我们有一个纯正的良心 愿意在一切事上举止完善 所以你为我们祈祷 我们是有这样的意向的 但可能也会伤害到你 我还恬次勸勉你们格外行祈祷 使我快回到你们那里 似平安的天主曾由死者中领出了那位因永远萌弱的血 作群扬伟大师目的我们的主耶稣 愿他承传你们行各种善功 好圣行他的旨言 愿天主在我们身上借着耶稣基督 行他眼中所喜悦的事 愿光荣归于他至于无穷之势 阿们 在这里看到他的笔者是很熟悉耶路撒冷 甚至可能是来自耶路撒冷 所以为什么很大机会是保禄 但是又不是他写的 因为那些文笔和很多的东西 和他写的东西是格格不入的 是很不同的 意识上很多是相似的 但是用词、铺牌 和整封信的一气苛城 是跟他其他的书信很不同的 弟兄们我劝你们容纳者劝慧的话 因为我只是简略地给你们写了者封述 简略地也写了十三章 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弟兄弟谋得已被释放了 如果他来得快 我就和他来一起来看你们 这个团体是懂得弟谋得的 在耶路撒冷 弟姆德似乎是去过他们那里 但是我们也提及 因为我们没有的资讯 就是弟姆德之前是被监禁了 在哪里呢?不知道 多久因什么事呢?不知道 但是似乎在保禄 去了西班牙这个时间 弟姆德不知道在哪里被人监禁了 问候你们的诸位领袖和众星徒 意大利的弟兄们问候你们 愿恩重与你们众人同在 这个是意大利写的信 他们也和弟姆德很熟悉的一个人 其实可以选择的选择不是很多 也是耶路撒冷熟悉的一个人 去过耶路撒冷或者甚至属于耶路撒冷 有人说出什么人呢? 保禄、帝茂德、帝酷 帝酷去过耶路撒冷 伯多禄、马尔谷、巴尔纳伯、色拉 或者色尔阿略 都是来来去去这群人 究竟是谁呢?不知道 或者真是保禄说的 但是书写的可能是另外一个帮他写 用阿拉美文写 所以写出来的句子很不同 然后很久之后是另外一个人 帮他译回希腊文都不出奇 但无论如何 我们多谢天主席了希伯来书 虽然讲的很多里面的内容 不是直接和他们有关 但其实他们的挣扎 尤其是最后这三章 我们看的这三章 是讲的你们受的小小的不方便迫害痛苦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都受 我们当中可能走向天主有些困难 有些不愿 有些很多的诱惑 时间的变幻 环境的变幻 文化的变幻 我们可能都会很失去了信心 对福音可能有些人不明白 为什么今天这么多困难不如意的事 可能都会经历到 这封信也帮助提醒了我们 喂 望望耶稣 什么都做完了 为我们坦途一条 我们捉住他就是坦途 不捉住他就是崎嶇的 我们只要捉住他 坚定地活多那几十年 就有无穷无尽的福乐了 那我们应该要怀着信心去 他什么都会给我们 他什么都会给我们 但是当下我们要活出外的 不要给自己犯罪的空间 坚持到底 愿天主座右我们 让我们的目光 亦都时时钉着 这个光荣的天堂 多么美丽的恩赐 而欢乐平安地 深信不疑地 走向耶稣 带更多的弟兄姊妹 去瞻扬祂的真光 恩父及此及圣神之名 我们下期见 这个光荣 各样我们下期见 explosive光荣